我们在毛泽民族待的时候,真的,不是这样的女人的,且不是被日本人控制,被美国人控制,像什么样,你这种高贵穿衣服年纪大,可以穿,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,你看看你眼睛在掉水啊,你别啦,你不要因为自己怎么样,你们已经变了日本的找我贵的,穿这个头像什么样子,不要假的,我开手了,你太高贵了, 大家好,我是小冬,7月5号了,刚才我看见了这个视频,大家就刚才看这个视频,我感到特别特别的不舒服,我现在刚下课,马上回家,马上回家,我在家上,我怕打扰我的家人们,睡觉休息,完了,我开车我就录这个视频,我说一下,那视频让我看的,现在这种视频啊, 我看了越来越多了,像今天吧,我也是打了拳,突然有些改喊,感喊,家长最近什么什么爱国法要有,我感慨先不说这个,我就感慨这个吧,就是这个女的老太太,也不叫老太太,也就是六来岁吧, 居然说出这种恶心的话,我就不用再重播大家看见了吧,说什么,一女孩穿短裤就觉得是日本的走狗了,美帝什么替他了,我告诉大家就是, 说东哥,你告诉我怎么会出现这样,我告诉大家就是,这几年了,因为环境,这种无耻傻逼的环境有,原来也有这种傻逼,中国傻逼一直多,原来有这帮人,但是为什么这帮人原来不出来呢,不是网络问题, 因为现在中国网络很发达,十年前的网络一样发达,那么最关键的原因就是,十年前几,多少年前,这帮傻逼,老逼,老太太们,他们敢在公共场合说这种话,大家都会嘲笑他,舆论都会鄙视他,不管是年轻人和孩子们,都会不喜欢这样的言论,要把老百姓们带回过去吗, 回忆那种傻逼是干嘛,还要乱带节奏吗,我们吃着用的哪一个不是真正进口的,中国99%加999%都是从国外学来的吗,连这个什么主义都是,对吧,所以,像这种傻逼的老头老太太,原来他们都是有,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发声,不会这么在公共场合上,大摇大摆的犯傻逼,跳大神,卖丑, 有,原来他们会,心里想这样,实际他们不会这么做,不敢,因为原来的环境,不允许他们这样,他们会遭到人的鄙视,他们家里人的鄙视,但是现在,不是了, 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了,他们觉得现在的环境,他们这种傻逼可以出来了,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那些,那些势力,不认为他们是傻逼,反而认为他们这么说越多越好, 所以,以前,藏在土里的这帮老傻逼,老僵尸们,出来了,出来了,咱们想想,原来十年前,多少年前,有谁敢说我自己原来是红卫兵,就拿我爸我妈来说,都不敢说呀,有谁敢说,文革,我抄家了,我干上了,原来谁敢说,丢人呐,不要脸啊, 但是现在你们看看,穿着傻逼的活跃兵的服装,到处的跑,到处的游行,到处的跳中字舞,二逼舞,到处的抽风,卖傻,卖丑,他们不觉得这是丑,觉得这是美,为什么呢? 因为原来他们就这样,但是原来土壤不允许他们这么出来卖丑,现在的土壤喜欢他们出来卖丑,现在的土壤,他们这么卖丑, 不会被人家鄙视,不会被那些人骂,反而会赞美他们,觉得他们是英雄,懂了吗? 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个视频,我感触特别大,就是,就是告诉大家,中国傻逼多一直有,只不过在原来中国改革开放,中国是全世界的朋友,完了, 所有人都奔着真正的经济发展,让老百姓怎么想的发展怎么想,这种大傻逼他们站出来,没有土壤,没有人会看,没有人会赞美他,反而会受到鄙视, 但是现在这个时期不是了,这个时期他们觉得是时候翻出来,是时候跳出来,是时候从土里头爬出来,从粪坑里头爬出来,卖丑,卖傻,跳他们基本中字舞,穿着傻逼的狐卫兵的服装,到处承认自己是所谓的红卫兵了, 这种人就出现了,这种傻逼就出现了,不好意思,我激动,因为我不敢再回家骂人,家里孩子睡觉,我今天练了,上了一天的课,我的伤还没好, 但是我就又得训练,我要得开始慢慢加大训练,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多少时间,但是我心里我想享受人生, 完了很多人说东哥你这个大肚子,你真难看什么的,我说你们健美多好吗,但我一点都不羡慕你们, 因为我觉得一个真男人就是能吃,能练,能爱,这才是真男人,有美食就吃,有美女就泡,有他妈的,有他妈好玩命的就练, 我当然这个话可能让很多人不太赞同嘛,这就是我胡逼的乱想,不好意思。 MAT又出新产品了,衣窑酱酒53度纯粮酿造,这是东哥目前所知道的最好的口粮酒, 价格非常非常便宜,质量非常棒,我推荐给大家,旧游鞋,运动鞋,3.0,4.0版本都有, 这是东哥一直推荐给大家的,质量好,价格便宜,关键全世界有够,大家可以扫码。 下面这个问题呢,其实我不想再提天哥的事了,但是我今天也是,出来之后又突然还是有点感觉, 我想呢,尽量是最后一次,或者是很少很少的再提出来一次,天哥的这个事,是什么事呢? 就是,我认为天哥欠钱,还钱天经地义,现在呢,就是有债主,你可以债主直接跳出来,去找天哥要钱,这没有问题, 但不是什么债主,我觉得大家就没必要跟着风再去那吆喝,天哥这那这了,很多人都骂天哥, 但是我觉得,他第一在里头,在这边,他坐过牢,第二,他有自己的想法,但是他失失了,真他妈的失失了, 那么,你们想想,我怎么说呢,就是,谁最不愿意看到这种事的发生,你们自己想想, 所以我觉得,最近这段时间,有些节奏有些不对,第一,我需要东,我是认为,祝他一切好运, 但是呢,天哥确实欠钱,而且呢,有的时候却没还,我觉得这是不对的,我也跟天哥认真的去说,跟沟通,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,我徐晓东站在一个中间的立场,我说最良心的话,他有他的想法, 他欠钱不回,他欠钱不还,债主去直接找他,去什么起诉,都没问题, 那么,如果不是,不是债主呢,剩下很多人呢,那高举着大旗喊他, 骂他什么的,我觉得你们的初衷是什么,还是那句话,大家自己想想, 谁最不乐意看到天哥这么到美国,你们明白我的话吗,就是, 这里头还有很多人,是受到了什么什么的,什么组织的影响, 完了,要求他去这么做,因为,还是那句话,大家要看天哥这事,谁受益, 是他自己受益,谁他妈的受很大的黑和影响,是哪个组织, 你们就,就应该明白了,所以我觉得现在,我觉得不仅现在, 会将来还会有大量的人,去,去指责天哥,会黑天哥, 我在这儿,我说了,我不指责他,同样我也不会表扬他, 我还是那句话,他欠的钱一定要还,大家给他的资助, 那就是真心的给的,但是欠钱必须要还,同样的就是, 债主直接找没问题,完了之后,别有用心的人, 拿这个来说事,那大家还是,还那句话,大家自己琢磨吧, 我徐曉冬也不敢多说,说的太多,大家自己琢磨吧, 我还是祝他好运,祝他在那边守法,真的工作,生活, 我尽量把钱还了,回归到一个,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当中, 不管是躺平啊,或者是什么随便,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, 就跟凤姐似的,凤姐在国内多招人的白眼, 多招人的损,包括我那会儿都觉得,凤姐就是一个笑话, 但是现在你看看,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, 所以,我不知道天歌会怎么样,我只能说他有他的人生, 祝他一些顺利,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个, 不好意思,这是我纯粹我个人的看法, 不好意思,瞎想, 如果你想日本移民, 我信任的是这家公司, 这家公司只做投资日本移民, 留学的,工作的都不做, 请记住,我徐晓冬信任这家公司, 他只做投资移民, 日本, 这家移民公司,主作欧美移民, 老板是我十多年会员哥哥, 我非常信任, 欧美移民, 还有圣卢西亚, 圣吉祠, 这两个性价比最高的护照, 大家可以咨询扫码,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, 主作的是美国, 加拿大, 欧洲, 投资, 移民, 护照, 如果大家有兴趣, 可以扫码自取,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, 今天第三个, 第三个就是, 我要为我的生存, 为我的脸可能要而努力, 要去争取自己的脸能活着, 因为这种网络性的死亡, 对于我来说是非法的, 对于非法的, 不管是任何组织, 你让一个自然的公民, 无犯罪记录的, 你让我消失, 在中国网络上, 这是一个可耻的, 所以我接下来, 我确实要, 要维护我自己的权利, 我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利, 跟大家也得伯一句, 就是可能有一天, 可能就是今年, 不管是我在这个网络上, 或者是在我自己的一些网络上, 可能被他们都给封了, 我还会再站起来, 我还会再继续的用, 大家, 感谢大家支持, 好了, 黑我的积蓄, 你们也知道, 东哥牛逼, 东哥最不怕的就是黑, 随便黑, 我说了, 信我的, 感谢, 不信我的, 不留, 但是黑我的, 你们记住了, 没有好下场, 这是第一, 第二, 东哥身上被黑的多了去了, 根本就不怕, 谢谢大家能关注我, 我再说一遍, 如果我所有的影像, 在国内外全消失了, 你们记住了, 我他妈还会等, 我还会他妈的站起来, 放心, 这是今天有感的发, 因为我不想影响到家人, 还要说什么呀, 其实说的想说多了, 太憋了,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, 快到了极限了, 就这个网络, 我说的是网络, 我妈他妈的, 不敢说其他的, 操, 我就说这个网络的, 网络的这个叫什么, 网络的肖像前, 网络的封, 现在中国天千万万, 我觉得都不下千万的人被封过, 被他妈的禁言过, 被谁谁被那个的, 有些是不合法的, 有些是非法的错误, 错误我认, 但有些真的是, 他妈违背了国家的宪法, 这个公民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, 就是, 我有点语无伦次, 因为, 我自私, 我先想着我自己吧, 我会, 我真的有抗争了,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 感谢大家吧,